大家知道說你們想要在足球這一塊 跑到什麼樣子的境界 可以讓你們自己看到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隊友 球隊的樣子 讓你們知道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的隊友希望球隊是怎麼樣 你希望的球隊是怎麼樣 你們應該給我同學聽一下他的想法 就是 現在都是 失蹤就一點 然後還在設計打出很遠的超級球 就是大家要被團體 然後是要放棄 今天來到新北市的主委高中 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新北行業FC 做我們在地化的回饋跟推廣 今天來到淡水 然後跟自己的好朋友 兩位教練在教練講習當中 很好關係的兩位教練 他們在主委高中 做了一些努力 然後今天到這邊來跟他們一起做分享 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我是阿龍手教練 然後目前是在新式國小 還有這個主委高中指教這樣子 我自己的足球哲學當中的其中一個 也是很想要帶給球員的就是 我希望我能夠培育出能夠思考的球員 那什麼叫能夠思考球員 就是說他不是只有在場上 對於比賽的判斷 能夠思考整個去應用他的技術之外 他在生活當中 他也能夠把他在足球裡面所學的 帶入他的生活 讓他的人生可以變得更好 其實足球哲學這種東西 在歐美來講 或者南美 或者是像比較足球發展先進的國家 他們已經從基層就開始落實這些 具體的一些打球的一些思維 或者是說比賽的方式 然後他們對球賽的理解 那這些東西都會在幼兒青少年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的給他們這樣的一個概念 以至於他們到成人階段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那在場上做出很有共識的一個行動 那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台灣比較缺乏的地方 那自己在這一塊所知道的一些內容 那希望可以在基層的這些學校 來做一些回饋跟分享 主要就是說球隊的這種DNA 我覺得是一個教練以及所有的球員 他們都必須要有的一個共識 然後他們在場上集體的這些思維 凝聚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表現 那我覺得這是目前現在台灣的足球 跟世界的足球 在基層的這些概念上面 不然是比較缺乏的東西 那今天到這個地方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希望能夠幫助到這邊的一個發展這樣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五大訓練要素 因為他讓我了解了在各方面都還有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 我覺得讓我可以更了解隊友的想法 然後也讓我可以在個性方面跟在球場上 能有更好的一些有效的溝通 我覺得可以讓我們球隊更團結 讓我們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可以一起的進步 我們在從事教練這份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跟老師不太一樣 我們應該第一步就是說讓球員理解 他們在做的是什麼樣的性質的運動 再來就是要讓家長理解 這項運動能夠帶給他的孩子 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可能有時候現在的家長會思考的是 那我是加入球隊來學習才藝 可是我們在小學的階段 我們思考是他十年之後的變化 那到了高中之後 我們思考是他的未來性 對他人生 對他的升學發展有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接觸他們的未來 那可能家長或者是學校 甚至於我們現在整個台灣的體育政策 想要看的是立即的成績 跟我們所做的工作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多做一些 分享或者是研討會之類的 這個部分讓更多人理解 或許可以幫助這項運動發展得更好 因為作為高中的小朋友 他們就有非常多的想法 那尤其在對自己未來發展上 他們有很高甚至很遠的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你應該在這個年齡 就必須要具有這樣的企圖心 跟這樣子的野心 我們必須要在基層看到更多這樣子的小朋友 他對於在旅外 或者是對自己有更好表現上面 是非常具有報復以及決心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來這邊 我看到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新北航空遊戲可以在新北市 做到更多的努力去協助到更多的球隊 然後大家彼此的互相成長 我覺得是除了來這邊之外 我覺得做這次的活動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事情